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草堂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书法的学习 以及你的这个性格之间的关系 因为之前有网友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人的性格跟书法的选择有什么关系没有 以及将来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 这两个问题 我今天就用这个董奇仓的 领这个米符的方圆安记为例子 来说说这个问题 米符这个方圆安记呢 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圆润的感觉 然后董奇仓这么一领呢 它既有米符的一些东西在 然后它又更多的就是融入了 董奇仓自己这种藏意的东西 我们知道董奇仓对这个藏的理解 以及它的运用 是非常著名的 也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它在零贴的时候 它加入了很多这一个藏意的东西 那我们人的性格跟这个字当然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看这个董奇仓它有着藏意的这种理解 所以它的字写出来就含有很多藏的内容在 包括你看王宠 王宠它也是在研究这种藏学的 所以它的字写出来包括小凯写出来都是有藏意在那里 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米符说自己的刷字发面出风 其实米符它并不是这样 它的性格并没有这样 因此就是说有些人说它疯强症嘛刷字 其实其实不是的 米符这个人 它并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好迈的 并不好迈的 它有时候字也有内敛的 它只是在内敛当中在追求一种变化 那宏仪法师呢 我们看它的藏意书法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藏的书 一开始宏仪法师 他写这个慰卑 跟我们常人写慰卑都一样的 他后来到了后期 为什么能够写成那样子 因为受他的那种藏的影响 那藏就跟个人的性格是有着巨大关系的 当然一个内向的人 他有时候这些藏笔画 他都不敢写出去 哪些藏笔画 比如说撇纳 横 长痕 那个树弯钩 斜钩 这些笔画他都写不长 往往这些人呢 他都比较内向 所以 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书法 当然是跟这个性格有关系的 但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 风格其实不用 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一个人本性是难以的 一个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 包括性格也好 各种方面也好 所以你要形成风格 我们现在人要形成风格 就是抓住一个贴 根植 传统 比如说你领米笔 里面含有很多米笔的东西 然后 因为我们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你一加进去 你米笔的学得比较好 那里面还有米笔的东西 也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在 那这就是成为你的风格了 有些人说 担心出不了贴 你这个米笔写得这么像 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你就是写不像 你如果写得像 你还担心自己跑不出来吗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 他不可能50%以上 都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能够有50%改变成这种传统的书法 你就是一个大书法家了 我们有时候再怎么领 再怎么认真领 都带有自己的习气 不管你怎样的去做 几乎做的一模一样 当你的字一写出来 你马上就会带回自己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风格不用你考虑的原因 到了将来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 大浪掏杀 你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你的书法 那你就马上就有风格了 所以风格不用我们考虑 你就抓住一个贴 努力的去淋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性格 上次我淋了一次这个 董奇昌的一个赤匹怀骨 董奇昌但是他可能真的是风流人物 或者说英雄人物 他是写错了 但是他是董奇昌啊 他一写出来 他就不是错的呀 因为为什么他是董奇昌 可能变成通假了 或者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版本了呀 我们现在的一些歌手啊 一些歌唱家啊 他都能够改编别的东西成为他自己的 为什么古人他把这个诗改掉 他不能成为一个版本呢 你心里想的那个版本才是正确的吗 这些人提出这种问题的人 往往你这种人我跟你讲 你永远不会在书法上成功 就是说因为你这人太固执了 你无法接受别人的东西 这么固执的人 只有沦为江湖体 那些江湖体的个性都会有点强烈 因为他一个笔画 他不会灵天啊 为什么不会灵天 他灵不像啊 因为你自己的性格占的比重太大了呀 比如说这个横 横过去应该是这样写的 他的这个性格 他不这么写 他的性格太强烈了 以至于他永远灵不像 永远也进入不了传统 这种人也无法在书法上面成功 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敢大胆的说 他无法在一个固执 固执的人他是无法成功的 这就是我讲的 你看他有时候写的那些江湖的书法 江湖的我上次看到一个 他的一个横这样 会再弄一下 这什么 这个本来是很简单 你可能是这样绕一下就下来了 结果他要加入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动作 因为他内心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的个性太强烈了 强烈了以至于无法揉进伊丽莎子 那他就是没有根的 他没有根之于传统 所以这种人不可能成功 老实在讲写错了写错了 你凭什么说人家写错了 人家是董奇昌 你怎么说他写错了 是吧 他就是错了 他也是对的呀 你哪一天你成为第二个董奇昌的时候 你再说他是错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要接受别人 无法接受别人 你不可能成功 好 今天我们大概就讲了这么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性格跟我们书法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选择一个书法 选择不管哪个天 因为你喜欢说明这已经符合你的性格 符合你的性格 就一条心的扎进去练 没有其他太多的怀疑 也不要听太多的人 你就练就对了 练得越像越好 因为你50%以上还是你自己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风格不用去考虑 你认真的扎根一个团传统 奴隶去弄 你自然会成为自己的 成就自己的风格 不用去考虑 我希望这个对我 那个问我的那个网友 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朋友们再见